就是把救灾当作个人的功德 傅昆琦就是把救灾来作为 他跟中央政府复别苗头的政治表演 救灾是抢时机而不是抢功劳 救灾应当是用心做而不是只想割到尾 公开点名傅昆琦别有用心 民进党团喊话灾后重建 应该中央地方协力 重建条例缓不济及也缺乏应变弹性 因为编列特别条例 其实就会把整个的立法时间拖长之外 最后就算这个条例能够过了 行政院还要来就这个特别条例 向立法部门做报告 其实直接立刻的跟行政部门沟通 那么沟通之后就我们的需求 请行政部门即刻提出回应 中央政府马上拨了三亿元给花莲县政府 那支应救灾所需的经费 那中央我们现在也规划了250亿的经费 不需要经过非常缓慢的程序 我要在这里呼吁 国民党不要再一直纠结在这个推动 政后条例这个假议题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甚至点名 根本是傅昆奇卡花莲重建三部曲 县政府还一直提供一个QR Code 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组合屋的意愿 人家在跟你讨论补强跟重建 你一直问别人组合屋的意愿要干嘛 民进党团深深反问 傅昆奇与县长徐真卫 究竟在乎的是花莲民众与重建需求 还是个人的政治利益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